哈喽大家好 我是摩托货 向电影春风失利全是你的坎哥 今天坎哥给大家讲的是 偷渡客们被抛尸大海的故事 海悟 故事发生在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 渔船前进号面临被征收 船长折住为了保住一船六人的生计 迫不得已接受了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运送一批朝鲜族偷渡客到韩国 船长和其他五名船员登上渔船再次起航 在一刻风雨交加的夜晚 船如期使到偷渡客登船地点 偷渡客们纷纷跳入渔船 一女孩红梅不慎掉入海中 船员东芝不顾生命危险 跳入海中将红梅救起 从此东芝对红梅产生情愫 在船上对红梅格外照顾 天亮之时为了防止被其他船只 发现自己船上有偷渡客 船长让偷渡客们进入船舱躲避 船舱空间狭小气味难闻 从船舱出来的偷渡客非常难受 看到红梅难受的吐了 东芝便把红梅带到轮机舱休息 有个偷渡客不想再进船舱 便发起牢骚 结果被船长一顿痛打 扔进海里 一次警告其他偷渡客 偷渡客们被吓得不轻 只得乖乖听从船长的命令 而在轮机舱 东芝给红梅带来了生活用品 红梅非常感动 船长不小心把船开进公海 引来了韩国海景巡逻船 他命令偷渡客们马上进入船舱 海景想上船进行检查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船长用贿赂带威胁 终于打发走了海景 海景走后 他们打开船舱门 但船舱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所有人都因为散热器故障 导致泄漏的浮律丸而死 这时罕见海物袭来 船长决定 趁着海物笼罩 把偷渡客的尸体 全部肢解扔进海里 由于场面过于血腥 轮机长受到刺激渐渐疯了 他还藏了几张偷渡客的照片 和身份证 想交给警察 以便找到他们的家人 将船长怕精神不正常的 轮机长泄密 便把轮机长也杀了扔进海里 另一边船员昌旭 发现了轰眉 并企图侵犯他 好在东直及时赶到 他与昌旭的扭打声 引来了其他人 船长命令水手 杀掉轰眉 东直奋力营救 却失手杀了水手掌 眼见事态扩大 东直跑进船长室 用船长的对讲机报警 信号接通后 船长也破门而入 立刻改变航向 试图避开海景 而东直被船长扔进了船舱 刚好红梅也躲进了船舱 两人相拥而弃 但昌旭不依不挠 又想对红梅图谋不轨 昌旭与东直两人再次私打 而另外一名船员 庆久 趁着两人打架 自己想侵犯红梅 但被昌旭从背后用刀筒死 好在受伤的东直奋起反抗 解决了昌旭 救起了红梅 随后他破坏了轮机设备 打破灯泡 准备伏击将船长 正在船长与东直两人私打之时 渔船撞上岸礁 船长急忙去堵 船舱漱水处 东直和红梅二人则趁机逃出渔船 找到一块浮漂 跳海逃生 船舱已经全部进水 船马上就要沉没 船长还在奋力挽救渔船 因为这是他的一生心血 随后他随着渔船一起 永远地沉入海底 东直和红梅随着漂浮雾 漂到海岸边 醒来时红梅已消失不见 六年之后 东直在建筑工地 打工下班后来到一家饭店 看见一个女人 带着他的孩子在吃面 从背影和声音 东直认出了他就是红梅 他呆呆地看着红梅 久久不动 海鸣蓝如云 雾淡灰似茶 言行止于善 心恶渐出险 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他可阴暗到底 也能清白无暇 取决于是否被逼向绝境 舒适会冲昏人的头脑 安稳会将人推向悬崖边缘 善良会让人丢失存活的资格 即使心如明镜 瑕疵也会昙花一现 即使单纯至极 邪恶也会榨取灵魂 人是最复杂的动物 一举一动 都显露出极强的戒备心 隔离整个世界 人也是最难以理解的生处 一言一行都显露出毒辣的阴谋 玷污纯洁的心灵 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 包括爱 它能治愈一切 同时也能毁灭万物 好了本期推荐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侃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